这是什么 这是 我们苏家最厉害的商药 以后涂药这种事情 都是应该由你来帮我涂 好啊 如果你求我的话 本小姐可以勉为其难地答应你 行 求求苏二小姐 苏二小姐 我求求你了 好吧 别人可都是没有这种待遇 你要知道珍惜 知不知道 好 疼的话 你就说 是 叫你扯呢 师妹 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小灰 师傅 发生何事 田如花和齐六从晚饭就不在 也不知道去哪儿玩了 倩倩 倩倩 在花销开写上几句都是你 思念贯穿了回忆 我走巧相遇一场大雨太归零 大脑熄熄日久都钟情 文字幕下 厌倩 被薛包裹全机 称风轨迹 每诗 梅少人生了欢喜 very Yuaga 肖晖晖 你干吗 杀晖晖 快快 宣寒玉 宣寒玉 你行行活 私人前 你放开 宣寒玉 齐叔叔 宣寒玉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怎么会变成魁奴啊 难道是因为被那魁奴咬了一口 最后的缘故 齐叔叔你能不能救救他 我求求你了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玉儿的 宣主 现在想救表少爷 恐怕只有我 一切等找到元宝再说 宣寒玉 宣寒玉 别害怕 齐叔叔 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好好好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了呢 那本小姐就免为其难 给你咬一口 好 反正 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以外 也只剩我一个人了 虽然你现在是个丑八卦 但我苏宣寒也认了 薛寒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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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快点耗起来 我刚没了爹 也没了姐姐 我真的不能再没有你了 你不是答应带我去济山门的吗 我最讨厌骗人的人了 我求求你了 你快点耗起来好不好 我苏浅浅可从来没有救过人 你 薛寒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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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瞅 不瞅 哪里瞅了 挺可爱的 好了好了好了 还好我早有准备 住嘴 你敢咬我试试 真乖 多亏了苏姑娘 这一路上对薛师弟的照顾啊 苏姑娘 多谢你照顾玉儿 没事齐叔叔 这都是我应该的 不瞅 接着改路 走吧 走 走 大家赶路也辛苦了 先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我先在这儿休息一下 我先在这儿休息一下 还没有田如花和齐柳的消息 我已让本门弟子沿途一路寻找 但 起来 快点 起来 闻主 你说田如花和齐柳 会不会和表少爷一样 起来 哎哟 对着我 别乱 多派些人去找 必有消息 即刻回报 是 我马上去安排 来 你 叔叔 走 我们俩去捡点柴火 去吧 别走得太远 好 知道了 走 走走走走 走了 过来过来过来 来 小门 你 说 不是 是 感谢观看